嗨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 坚信进行教会的华文聚会 今天在现场 我们也有超过200位的弟兄姐妹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邀请你站起来好吗 我们看着我右手边的摄像机 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我们笑一笑 跟我们在家里的弟兄姐妹 挥挥手 然后跟他们说 见到你真好 准备好了没有 一 二 三 见到你真好 好不好再次跟旁边的人说 见到你真好 见到你真好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 一起的同心的 无论是在现场实体 还是在线上的 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 好吧 在这个时候 要请大家先闭上你的眼睛 但是敞开你的心 今天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对主说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 主啊 今天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 感动我们 给我们一颗可慕的心 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开身 我们要开心 我们要全心全意地 来敬拜你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 大有能力的名 我们要开心 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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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将天敞开你 一龙再降下来 将天敞开你 你荣耀降下来 万光在坦地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荒乎耶稣基督 圣洁高阳荣耀对于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 祝我求你将天敞开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痛才降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万光在坦地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荒乎耶稣基督 圣洁高阳荣耀对于你 天上地下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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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让一切焦点转向你 神就在这里 我们欢迎你 宝座前 敬拜不停行 将天敞开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痛才降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痛才降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痛才降下来 将天敞开 你的荣耀降下来 万光在坦地 你是荣耀君王 天上地下 何以敬拜 万物耶稣基督 圣洁高扬 荣耀归于你 天上地下 在永恒里敬拜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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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祖求你的同在 充满在主地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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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祖求你来 祝我能超越 突破我生命的极限 在基督里 得着能力 超越我环境的极限 祝我能超越 求你来扩张我境界 带着星星勇往向前 跟随你就迟到永远 我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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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新月的门徒 将生命 线上来走着真一路 靠着爱 在一切的世上 都得胜犹豫 借着他所赐的能力 我有超越的勇气 祝我能超越 突破我生命的极限 在基督里的角落里 超越我环境的局限 祝我能超越 祝你来扩张我境界 带着星星勇吻向前 跟随着局直到永远 我能超越 我成为上帝所喜悦的门徒 找生命线上来走着这一路 靠着爱在一切的事上 不得生忧郁 借着他所赐的能力 我有超越的勇气 祝我能超越 突破我生命的极限 在基督里的角落里 超给我环境的局限 祝我能超越 在基督里的角落里 我能超越 在基督里的角落里 我能超越 在基督里的角落里 带着星星勇吻吻向前 带着星星勇吻向前 向随着星勇吻向前 在基督里的角落里 我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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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不管你现在的境况是什么 主能帮助你超越 因为在他里面凡事都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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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 在你里面必能超越 靠着你的能力 我们能够超越 在进入敬拜的之前 我想跟大家读一段经文 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前半段说到 你们岂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电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面的 你们岂不知道 你们的身体 是圣灵的电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面的 有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神啊你到底听到吗 或许你觉得 神非常的遥远 可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他已经把圣灵赐给每一位 信靠耶稣的人 这个圣灵是住在你们里面 当你们祷告的时候 你不是跟遥远的神祷告 你是跟住在你 圣灵里面的圣灵说 主啊我需要你 好不好 我给你一些时间 你告诉神 谢谢圣灵 你愿意住在我的里面 谢谢圣灵 你住在我的里面 当你有忙碌的时候 你或许感受不到 祂的同在 那我邀请你 你把你的眼光 你的眼目 转向那位 住在你里面的圣灵 求祂 今天来充满你 哈利路亚 是的主 圣灵 你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恩膏 充满我力 圣灵的我好爱你 我的灵芒你牵引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再一次圣灵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恩膏 充满我力 圣灵的我好爱你 我的力让你牵引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牵引我更亲近你 你大能更新我力 无人能与你相比 祝我仰望你的落眠 我请拜你在领域这里 生命心依赖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愿高充满我力 生命啊我好爱你 我的力让你牵引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牵引我更亲近你 你大能更新我力 无人能与你相比 祝我仰望你的落眠 我请拜你在领域这里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牵引我更亲近你 你大能更新我力 无人能与你相比 祝我仰望你的落眠 祝我仰望你的落眠 我请拜你在领域这里 祝我仰望你的落眠 我要追求你主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牵引我更亲近你 你大能更新我力 无人能与你相比 祝我仰望你的落眠 我请拜你在领域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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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主为切的祷告 你都听到 因为你就住在我里面 我的思想意念 你都知道 因为你就住在我里面 就算我不能祷告 我只有泪水 你也知道 因为你住在我里面 圣灵啊 求你来匆忙 也求你来催停 我们的祷告 我估計 愿望 愿望 我的礼拜 愿望 如像沉滅 在你面前 没有黑暗势力 可以摇动我的信息 愿我握力敬拜 到你面前梦里约纳 天诗天君举行 抚抚敬拜 在你把座前 打开天窗 打开天窗 愿我的祷告 打开天窗 愿你充满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在这里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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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敬拜 打开天窗 我们只要 你的荣耀 你的同在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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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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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我的敬拜 打开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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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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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uvern浮着你 在这里 在這裏 願我的禱告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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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臉見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願我的禱告 打開天窗 願你充滿你的榮耀 你的同在 在這裏 打開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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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我的禱告 打開天窗 打開天窗 我們只要 你的榮耀 你的同在 在這裏 我們只要 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地 我们只要 祢的荣耀 祢的同在 在这地 在这地 是的 让我们继续地 举起我们的手 好不好 在这个时候 对主再一次地说 主啊 主啊 我要更多 主啊 我要更多 祢的同在在我的心里面 主啊 我要更多 祢的同在在这个教会 主啊 我要更多的同在 祢的同在在我们的小组里面 主啊 我们要更多的同在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在整个国家里面 主啊 我们要更多 我们要更多 好不好 张开祢的口对主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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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更多 主啊 更多 祢的荣耀 主啊 更多的荣耀 充满我的心 充满我的内心 主啊 让我感受到 主 祢的同在 让我在心里面 让我明确地明白 主 祢在我的心里 主 祢在这里 主 祢陪着我 主 祢保护我 主 祢带领我 主 祢照顾我 主啊 我将我的生命 完全地摆上在祢的面前 是的 好不好 张开我们的口 张开我们的口来呼求 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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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求圣灵的同在 呼求圣灵的充满 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是的 主啊 更多 主啊 更多 主啊 更多 主 让你的同在 不仅在这里 住在家里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 祝我们能够感受到 主的同在 祝祢充满我们 祝祢充满我们 更多 更多 更多人的同在 更多人的同在 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来到主的面前考虧 恳求他 勘求他 充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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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在你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明天的明白 主你与我们同在 主让你的灵 主让你的圣火 燃在我们的心里面 每一个人都得着 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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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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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同在 你的荣耀 主我们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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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 更多 主要打开天窗 主要打开你的天窗 主要让你的灵 主要让你的圣灵的火 主要让你的恩膏 降临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 主要让你的灵 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主要让我们在心里面燃起 对你的火热 主燃起对你的爱 燃起对你的侍奉 我们每一个坚信 精心教会的弟兄姐妹 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 得着 得着 更多 更多 你的同在 是的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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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 好不好 在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一起的 来继续的 为着这个国家的疫情 来带导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就两个 或者三个旁边的人 在家里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 好不好 我们一起的 为着我们国家的疫情 我知道现在 可能当中有一些人 面对现在的疫情 感到非常的担忧 但是主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是我们的牧者 所以好不好 我们来一起的祷告 祷告为着我们的国家 求主保守每一个人 让那些患病的 他们不会得重症 他们能够平安的 度过这个疫情 然后每一个人呢 得着主的保护 主的同在 好不好 用几分钟的时间 一起来带导 是的 你跟旁边的人 弟兄姐妹一起来带导 为着我们的国家 为着前线的医护人员 为着大家可能 现在你知道 可能当中有一些人 你知道他们有家人 或者是有小组的组员 或者组长患病的 好不好 在这个时候 为他们带导 求主保守他们 求主祝福他们 求主看顾他们 主我们将每一个 主现在可能 在患病 在修养 在恢复的弟兄姐妹 至于朋友们 主我们求祢保守他们 每一个人 主祢看顾他们 主祢医治他们 当中可能有些 在发高烧的 主我们求祢医治他们 让他们在这个时候 他们染病的时候呢 不会得任何的重症 他们的呼吸道 能够顺畅 主祢保守 看顾每一个人 尤其是当中患病的 小孩子 我知道他们的 父母亲担忧 主让他们 让我们交托 每一个人 交托在祢的手中 包括那些小孩子 求祢保守他们 求祢看顾他们 求祢赐福他们 求祢医治他们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将每一个人 交托在祢的手上 主我们为着那些 前线的医护人员 主我们知道 他们非常的辛苦 主祢加添力量 主祢加添力量 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得胜的名 阿们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感谢主 感谢主 在祢坐下之前 在现场的弟兄姐妹 再次跟旁边的人说 主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谢谢请坐 再次的欢迎大家 来到我们坚信 敬信教会的华语聚会 在这个时候 我们进入到敬拜的 另外一个高潮了 就是什么时候呢 敬拜的 我们奉献的时候了 对不对 我们奉献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当我们来奉献的时候 我们要带着 怎么样的心呢 甘心 乐意的心 所以要怎么样呢 先笑一下 好 今天再次呢 我们是用这个电子付款的方式 来收取我们的奉献 现在在荧幕上 你会看到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呢 会保持在这个线上 24小时 你随时可以 任何时候呢 都可以上线 去给你的这个奉献 当然你有看到 两个二维码 你可以用你的银行手机程序呢 来扫这两个二维码 一个呢 是红色呢 是我们立场的 十一奉献 而我们蓝色的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宣教的奉献 所以好不好 在这个时候呢 让我们继续地 违背我们的心 将这个奉献的时间呢 交托给我们的主 让我们邀请耶稣 来到我们的当中呢 来悦纳我们所奉献给他的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 今天呢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呢 我们将我们的奉献 交托给你 主 求你悦纳我们的奉献 主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甘心乐意的心 主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将这个奉献的时候 交托给你 求你祝福每一个来奉献 每一个来的这个弟兄姐妹 主 让他们能够 将他们所预备好的 一切都献上给你 我们的祷告是奉 主耶稣得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主给我们机会呢 一起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 当你在给奉献的时候呢 我有几个报告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报告呢 就是我们来临的这个教会的周导会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呢 你在这几个月呢 都有一起的跟我们参与 一起的来祷告 所以来临的星期三呢 我们的周导会呢 会与双语的来进行的 好 所以鼓励大家呢 在来临的星期三晚上八点钟呢 其实你在晚上七点四十五分开始呢 就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呢 继续上线 然后预备你的心 神的会告诉我们 多祷告就怎么样 多有力量 所以跟旁边的人说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 第二个呢 就是有好消息了 我们恢复我们实体聚会了 你在萤幕上会看到 我们三月份的这个 这个实体聚会的轮替表 现在是英语的这个 星期六晚上七点三十分 英语实体聚会的这个轮替表 已经显示在萤幕上面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不同的日期里面 有不同的团队 这些团队呢 他们在那个星期的晚上的 星期三九点钟开始呢 就可以预定他们的门票 当然呢 在所有的教会的会友呢 也可以在星期五中午十二点呢 也可以开始预定 剩余的这个门票 当然我们这个星期天的 中文聚会的这个门票呢 也会在星期三晚上九点呢 开放给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 一起的来预定的门票 第二个好消息呢 真的是那些讲福建的 我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 就是我们福建聚会呢 将会在下个星期六 下个星期六下午两点三十分 注意是两点三十分 我们要改时间呢 在出爱中心 我们恢复我们的实体聚会呢 所以呢 从星期三晚上九点钟开始呢 福建聚会的这个 也会开放所有的会友 可以来订票 来出席 当然当中我们会先 以A区跟B区先开放 然后呢 在举行这个实体聚会的当中 我们仍然会有线上的这个直播 所以那些可能没办法来的人呢 你们还是可以上线呢 要看我们的这个福建聚会 但是注意福建聚会下个星期开始是几点啊 两点三十分 两点半 两点三十分 第三个报告呢 就是有关于青少年聚会的 青少年聚会呢 也会在三月十二日 傍晚五点 注意是五点钟 也会恢复我们的这个实体的这个聚会 在出爱中心 当然在那一天 我们也会在YouTube频道呢 会进行直播 所以呢 他们也可以在这个星期三晚上 九点开始来预定门票 但是青少年团队呢 将被告知这个门票网站的这个密码呢 而其他所有的会友呢 如果你要来这个青少年聚会呢 你只可以在星期五中午十二点开始呢 预定那个剩下的门票 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 就是我们英语聚会 还有居带儿童的聚会 我们英语聚会呢 还有居带儿童的聚会呢 将会也是在下个星期天 在新达成 有一个新的聚会时间 就是几点呢 早上九点三十分 九点三十分 当然呢 他们也可以在这个 大家也可以在星期三晚上呢 九点钟开始呢 上网去订票呢 但是呢 这个密码呢 会先告知给我们这个 菲律宾的 来自菲律宾的这些 服饰的这个 支付的这些弟兄姐妹 还有透过居带儿童团队 告知孩子登记 参加新达成居带儿童聚会的 这些家长 然后呢 其他我们其他人 当然同样也可以在 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中午十二点开始呢 预定这个剩余的门票 英语聚会呢 也会在我们YouTube频道 进行直播的时间 也当然也会改在早上九点钟 在星期天早上 也是改到九点三十分 sorry 九点三十分 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居带儿童聚会呢 那些家庭呢 如果你要带你的孩子来 你需要预先的登记 才可以带你的这个孩子 到那个新大城 参加居带儿童聚会 所以请上网呢 去看这个 去填那个表格 为你的孩子登记 你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家会的网站去查看 有关于恢复实体聚会的 最新的这个资讯 好 最后一个报告呢 就是从三月份开始呢 我们首圣餐呢 会在每一个月的第一 还有第二个周末举行 为什么第一跟第二个周末 主意定啊 我们将会在第一个周末 举行我们英语 华语和福建聚会 首圣餐 而我们的第二个周末呢 则是我们的青少年聚会 首圣餐 所以如果你是在线上 参加我们聚会的 当然在聚会开始之前呢 请预备好你的 这个圣餐的材料 如果是一个家庭 一起来首圣餐 确保你的材料 已经分发给每一个人 当然如果你是来实体 聚会的 你就不用拿你的 这个饼干啊 你的这个rabina 来到教会 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进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在进来大堂之前呢 就领取圣餐的材料 好的 大家准备好 要听神的话语了吗 准备好了吗 今天又是我跟大家 分享神的话语 今天很感恩呢 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 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42到第47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42到第47节 他们都一心遵守使徒的教导 一起团契 掰饼 祷告 大家都满心敬畏上帝 使徒又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信徒聚在一起 共用所有的东西 他们把田产家业变卖了 按照个人的需要 要把钱分给大家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 聚集在圣殿敬拜上帝 又在个人家中掰饼聚会 以欢喜慷慨的心 分享食物 赞美上帝 受到众人的喜爱 主使得救的人 与日祭争 好不好 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 低下我们的头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主今天 求你使用你的道 来洁净你的教会 主用你的话语来扎我们的心 让我们清楚也明白 主你给我们教会的使命 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定 主让我们有着火热的心 愿意兴起来 踏出去 将你的爱 你的福音 传遍到世界的各地 主再一次的 主我们 求你使用我 成为你的器皿 主今天当我在分享 每一句话的时候呢 得到你的恩高 使到听到的每一个人呢 主都被你的圣灵感动 愿意来回你的呼召 谢谢主耶稣 我们祷告 侍奉主耶稣 得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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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一开始呢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当中呢 应该 有没有人是喜欢苍蝇的 有没有 相信应该没有 对吗 有没有人举手 相信大家都不会对苍蝇 有什么好感 为什么呢 因为苍蝇呢 是属于他们 我们叫四害之一 是个害虫之一 他们的身体很脏 苍蝇以这个垃圾 腐肉和这个粪便为食 他们喜欢黏在人的身上 会把他们自己 携带来的这个细菌呢 传播到人 所以人也可能因此的 得到疾病 所以这里问大家一个 脑筋急转弯弯的问题 好 问大家一下 苍蝇为什么可以在火炉上面 休息 苍蝇为什么可以在火炉上面 休息呢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答案非常简单 就是火炉没有开火 所以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本来就在想说 找一张这个 有关于苍蝇飞过那个火炉 或者在 应该没有在火炉旁边 只要飞过那个火炉的一些 或者滞留在火炉旁边的 那个照片 给大家看 可是我连一张都找不到 所以当我在纳闷的时候 圣灵就提醒我那个原因了 圣灵说什么呢 只要有火 苍蝇自然而然的 就不会靠近火炉 为什么呢 因为烧啊 因为烧啊 所以同样的 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 没有对神的火热 如果我们的教会 没有一群热心的群体呢 我们很容易的 就被 就像唱一样 被这个不速之客 就是谁呢 撒旦魔鬼 不请自然 进入到我们的心 占据我们的心 使得我们对神 失去了 起初的爱 使得我们忘记了 祂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 对祂给我们的大使命 感到漠不关心 没有积极地去传福音 如果没有火热 我们的教会 可能只是一间 外表 富丽弹簧的宗教建筑物 可是 里面的属灵氛围 却是死气沉沉的 没有生命力 没有活力 没有动力 没有爱心 没有影响力 更惨的是 没有耶稣 在我们的当中 这将是一件非常可悲 又可怕的事 教会失去了 对神的火热 忘记了我们存在的意义 因为如果教会 有耶稣与我们同在 如果教会 是一群有火热的基督徒 我们一定会为主发光 成为有影响力 有爱心 广传福音的群体 就如有一位牧师 叫做雷欧娜 瑞文希尔 他这么说 他说 着火的时候 不需要宣传 大家都会乱跑 到处乱跑 同样的 火热的教会 无需宣传 社区的人 也会知晓 所以 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的 一个热心呢 基督徒的热心 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 强烈的愿意讨神喜悦 行神旨意 在世上 增进祂的荣耀 换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 主说什么 我们 做什么 主怎么说 我们就 怎么做 我们全心全意的 来 顺服 所以在刚才读的 那个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到在初代教会 他们就是这样子 初代教会 他们就是一群好榜样 他们对神 充满了火热 当圣灵 充满这个教会的时候 他们就对主 大发火热的心 兴起来 为主发光 为主发热 把福音 传遍到世界各地 虽然他们只是 一个再平凡不过的 平凡人 可是借着圣灵的充满 他们得着了能力 就好像Superman一样 他们就可以飞起来 并且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全地 在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为主做见证 事实上 他们把福音传得更广 更远 比耶稣在的时候 更有爆炸力 更有许多的突破和传播 所以我们发现 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彼得也在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 他讲了第一篇道 他讲了一篇道 有多少人信主呢 大家记得吗 多少人 三千个人 然后接下来 彼得跟约翰 也在这个圣殿门口 遇见那个瘸了四十年 四十年瘸了 都不可以站起来的 但是彼得跟约翰 被圣灵充满之后 看见这个瘸子 就怎么样 奉拿撒冷人耶稣的名 叫他起来行走 甚至于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你发现到 保罗的手巾 还有围裙 都能够 医治病人 而当彼得经过 他的道影 那个道影 遭到那个病人 病人就 好了 哇 神迹其实 充满了初代教会 在他们当中运行着 他们走到哪里 哪里就有神的大能 有神的同在 许多的人被医治 许多的人被得着救恩 许多的人受洗 神的福音 传遍了各乡各城 各邦各国 所以今天 好不好我们也 也求主把圣灵的火 点燃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 点燃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我们的内心里面狂烧 使我们有着 永不熄灭的火光 继续地为主而活 为主发光发热 让我们的影响力 不断地扩大 不断地扩张 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将神的福音 传遍到整个马林百列 整个玉朗 整个乌兰 整个巴西利 整个新加坡 甚至到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Amen 你相信吗 所以今天 我要跟大家 分享这个正道的主题 非常的简单 就叫做 火热的教会 火热的教会 跟旁边的人说 让我们一起成为 火热的教会 要这样讲的 一起成为 火热的教会 要烧起来 要烧起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非常有意思 它说 火热和充满热忱的信徒 可以废掉 魔鬼的武功 所以无论魔鬼 是有什么九阳神功 九阴真经 只要我们是一个火热的教会 只要我们有火热的信徒 和充满热忱的信徒 我们就可以把 魔鬼的武功 怎么样 废掉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对一些事情 都说一些事物 非常有热情的 而这个热情 可以是成为一种 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和一股不可思议的 推动力 当然包括第一个 我讲的是 我们叫追剧一族 追剧一族 你是其中一个 讲到韩剧 中国的剧 什么《延禧攻略》 《甄嬛传》 《安家》 《以家人之名》 我讲这些都是我看的 什么港剧 以前的港剧 现在可能比较少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看港剧 以前我看的 什么《变色龙》 《青情》 《公心记》 《唐心风暴》 这些人追剧的火热程度 旁边的人看了 都会 我觉得他们疯了 为什么呢 他们为了追剧 可以彻夜不眠不休 一集接着一集的看 欲罢不能 整个人和心 还有那个魂 都好像被那个剧记里面 深深的吸引 不能自拔 平时可能做事情的时候 就有一点提不起劲 异性阑珊 可是一旦追剧 就精神百倍 兴致勃勃的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没有人谁是这样子的 我们一直看剧 看剧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 让我看一下你是谁 等一下 跟你的团队牧师 去那边跟他忏悔 没有 开玩笑 只要不要太迷 你不要太沉迷就好了 因为刚才讲了 我也是其中一个 有时候我会追剧 我讲有时候 有时候 我一看 我就会看到 也是看到很晚 所以有时候 你看现我还在 线上的时候 不一定是我在 预备信息 也可能是在追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 就这样子 哇 你会沉迷 还有一些是什么样呢 你可能是追什么 科技产品 哇 什么苹果 这个iPhone 这个iPad 三星 华为 推出那个新的产品 你为了第一个 你一定要第一个 第一个拥有 那个最新的 那个手机 或者平板电脑 哇 你可以不惜漏夜排队 拿椅子 草席 枕头 去排队 然后当你买到 那个产品之后呢 你就会发朋友圈 什么脸书啦 Instagram啦 去炫耀 去宣传你自己的展货 有一些是这样子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 我们叫疯狂足球迷 哇 世界杯到了四年一次 这些球迷就有一种 不可思议的热情和毅力 可以不眠不休 不吃劳苦 不吃不喝 甚至于为了追求 可以拿长假 去追求 可能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 有一些姐妹 你不是很明白 为什么男生喜欢 看着22个人 去追一粒球 从左边追到右边 然后右边又追到左边 不懂他们在干些什么 可以看到这样子 如此如醉 如此疯狂 哇 大喊 Go Go 然后费寝忘食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足球迷的热情 他们有一种非看不可 不看遗憾的那种热情 但是今天我要问大家的是 你是否对神和他的国也有火热的心 再问一次 你是否对神和他的国也有火热的心呢 今天好不好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叫主来到我们的心 把他的圣灵再一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今天能够为主而活 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我们要怎么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呢 有四样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样是什么呢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更有热情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更有热情 十度行传第二章 第41到第42节 他说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初代教会那些信徒 当他们接受耶稣 他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 他们就怎么样呢 他们听到神的话语 他们就相信了 相信了又怎么样呢 他们就接受了洗礼 代表他们愿意对神的一种跟随 还有尾声 全心地来顺服他 42节跟我们说 他们是怎么样呢 一心 他们是一心 何本用恒心 就是一种坚持 即使遇到了困难障碍挑战 他们仍然遵守神的话 没有三心二意 而是一心一意地遵守 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不只是听道 不是听道的话 是听神的道 他们更是什么 行道 他们行出神的道 好不好 跟旁边的人说 要听道 也要行道 是的 这个初代教会呢 他们的信徒 是一群对神的话语 很有热情的 他们对听道神的话语呢 有一种属灵的饥渴 他们将神的话怎么样呢 吃进去 一种属灵的一个饼干 吃进去 然后进他们心里面 然后呢 在言行举止里面 行出来 活出神的话语 就好像当年的耶利米一样 当时在耶利米书第十五章 第十六节的时候 他曾经这么说 他说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我得着你的言语 就当十五次了 你的言语 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因我是称你的名下的人 这些初代教会 就好像耶利米一样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一得着神的话语 就当食物吃下去 然后呢 他们心里面就怎么样呢 我是开心的 他们一读到神的话语 也可以读神的话语 也可以听神的话语 他们内心里面 是充满喜乐的 马丁路德当初在提到 当时的信徒呢 他形容他们就怎么样呢 他们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他用这个字叫 信徒三德 什么三德呢 对于神的话语呢 初代教会是 记得 懂得 行得 所以同样的 让我们也来 效仿初代教会 对主的话语 那份热情 要怎么样呢 记得神的话语 懂得神的话语 更重要的是 要怎么样 行出神的话语 所以马丁路德也常说 要明白神的话 非亲自 经验不可 圣经不是叫人 记得 懂得 乃是要叫人 怎么样 在生活里面 经历的 然后马丁路德又说 我年轻的时候呢 将圣经读了一遍又一遍 以至十分熟悉 只要你一提某一节 我立刻知道 是在何处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可以这样子呢 有多少人 哇 你读了圣经 一遍又一遍 只要我跟你讲 那个有关于经文 你马上就会告诉我 那是在哪一节呢 有吗 没有 没关系 没关系 从今天开始读圣经 就像马丁路德一样 有一种 那种渴望 话说有一个 在回族出生的女子 有一次 她听见神的福音 她就得罪了 然后她有一个朋友 就送她一本圣经 她拿了那本圣经 回去之后呢 她就躲在 那个房间的一个角落 每天一有空呢 就把圣经打开 一直读啊读啊读啊 一直背啊背啊背啊 然后呢 她的朋友就问她 你为什么这么用功 她就这么说 她说 我的家人 若是知道我有圣经 就必定拿去 不准我读 所以我要把圣经读熟 藏在心里 这样 他们就 躲不去了 我看到了 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 我们太熟悉 太习惯 太容易可以拿到圣经了 甚至于有电子版的 可是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热情 对神的话语更有热情 对神的话语 有一种愿意的心 去读呢 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呢 因为神的话语是非常有用的 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在诗篇 119篇 第105节说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当我们觉得前路茫茫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 神的话语怎么样 带来亮光和启示 使我们知道要怎么走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 跟第十七节说 圣经全部是上帝启示的 有益于教导 督则 使人归正 培养人行义 第十七节 使属上帝的人 得到充分的装备 去行各样的善事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殷勤地来研读神的话语 我还听到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老人 他已经很老了 当然过世了 但这个是一个故事 他在1874年的时候 他得着他姑妈的遗产 当中有皮面的圣经 还有很多的一些产业 他把那些产业都变卖了 料理的姑妈的后世 所剩的余额不过几百元 不久就花光了 然后在之后的三十五年 他过着贫苦的日子 然后有一天 他搬家的时候 他就把那姑妈送给他的 那个圣经拿出来看 然后一般 他在里面发现了什么呢 圣经里面夹着五千美元 注意是1874年 五千美元是多少 等于现在多少 我不懂多少吧 很多 很可惜 他错失了 今天我要问大家的是 你是否有读神的话语呢 你是否有对神的话语很有热情呢 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圣经 不能镜头可以照一下吗 可以照靠近一点 大家看到我这个圣经吗 我用了二十多年了 里面有一些纸已经跑出来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这个皮 是真皮的已经拖裂了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 有些人说代表牧师 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圣经 当然也可能是了 这代表我也有拿来读了 所以这个神的话 有人讲这个叫什么 圣经对吗 对不对 神圣的经对不对 是哪里神圣啊 是哪里神圣 它里面的经文对吗 所以这个圣经是拿来给我们做什么的 打开来 读的 有些人买了圣经 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 他们拿去博物馆陈列 封起来 哇 它的圣经哇 你看啊 从来没有动过的 你翻你那个页都翻不出 但是神的话语给我们 是什么作用呢 神的话语给我们 是让我们能够读的 让我们能够当粮食的 我们吃进去 然后怎么样 行出来 在我们身里面工作 然后行出来 所以各位弟兄们 我鼓励大家什么呢 每一天都要灵修 每一天都要读神的话语 大家可能都知道 我们这个华语 还有福建 师父呢 我们有一个灵修专线 对不对 知道电话吗 几号吗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有福建的灵修专线 还有华语的 当然还有广东的 每一天都会打那个电话去听 或者每一天翻开你的圣经去读 另外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是否有分享神的话语呢 我们很多人呢 可能都有一些 什么WhatsApp的群组啦 微信的群组啦 你有在那些群组里面 分享神的话语吗 分享灵修的心得 分享见证 神在你生命里面 做了什么美好的事情 你有这么去分享吗 还是你在那个群组里面 都是分享 哇 你知道吗 我今天吃了 那里好吃的那个螺米 我那天才跟人家讲 我有个好吃的螺米 刚好在我家对面 现在吃很方便 不用再去那个 WhatsApp的群组里面 拍几个小时 你们可能知道是什么 或者你跟人家分享什么 一些八卦新闻 谁跟谁要结婚 谁跟谁离婚 谁有什么小三等等 然后我们就 那个群组里面 都没有讲到神的话语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的话语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神给我们的情书 神写给我们的情书 神要对祂的子民 所说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还记得你 你谈恋爱的那种热情吗 在我的年代 你的年代我不知道 我们的年代 我们会写情书的 会写信 所以你可以想象 我已经几岁 我跟你讲了 我上个礼拜 庆祝了53岁生日 所以你收到情书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呢 哇 你会怎么样 你会很开心 然后你就会马上拆开了 然后你就会看 你会一看再看 你会百看不厌 你会有一种爱不释手 你每一次看 你都会觉得甜滋滋的 喜滋滋的 你看到你的恋人 对你说的那些 什么山蒙海事 什么上刀山下油锅 什么什么的 你看到你就 当然你就相信了 最后当然就结婚了 所以呢 同样的神的话 也是怎么样呢 也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拿神给你的情书来看吗 每天都翻开来看 读一下 哇 神要对你说的话 不只是这样 神的话也是有生命力的 有能力的 就像大锤能够破碎 我们刚硬的心 像烈火能够 竭尽我们污秽的生命 又能焚杀我们冷漠的心 使得我们能够火热起来 所以呢 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没有常常 每一天都在读神的话语 好不好 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学习 初代教会的这个门徒 对神的话语更有热情 每一天风雨不改 我要鼓励大家 我要激励大家 每天研读三章的圣经 3 chapter 可以吗 如果真的不可以 一个chapter也好了 不要读一节了 起码读一个chapter 如果你每天可以读三章经文 你可能就可以 一年之内就把整本圣经 都读完 所以这里我有一个顺口六 在2022年 我们给大家一个目标 什么呢 每天读三章 烦恼都 扫光 你每天读三章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里面充满了 神要对我们说的话 充满了神要给我们的一些帮助 你的烦恼就怎么样 就可以扫光了 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 在中国有一间教会 它在它的门口里面有个对联 我发现非常有意思 这么写着 它说 听道 信道 守道 又行道 另外一边呢 得光 见光 救光 再发光 当我们听道神的话语 我们就相信神的道 然后又守神的道 又行神的道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呢 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光 然后我们能够得照神的光 看见神的光 就成为神的光 然后呢 再为主发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立志为主而活 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要怎么做呢 第一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 更有热情 第二呢 我们也要对彼此服侍 更有热情 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44节到第45节说 信徒聚在一起 共用所有的东西 他们把田产家业变卖了 按照个人的需要 把钱分给大家 一个火热的教会呢 他们是自愿的彼此无私的付出 而非自私之利的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们共用所有的东西 何本用这个字 凡物共用 凡是物品呢 大家一起的来用 这个原则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们把彼此看成是 一家人 一个家人 我们可以有福同享 有钱的人就拿钱出来 把他们的家 他们的田产家业都变卖了 按照个人的需要 都把钱分给大家 这么看看 第二呢 有能力的人就怎么样 出力 服侍大家 比如说你很会煮饭 你就煮爱宴 然后招待朋友来吃 他们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而凡物共用的原则是什么呢 不分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或是你的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他们不计较谁付出比较多 也不在乎谁得到的比较多 这就是初代教会的那种光景 他们对彼此服侍非常有热情 他们愿意的多走一缕路 来服侍彼此 可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人 我们的生活态度是什么呢 是凡事不能吃亏 比如说在职场 或者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们不愿比别人多做 不愿做难做的工作 不愿最后一个走 但是我们看到初代教会 他们的门徒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对彼此服侍是非常有热情的 他们愿意的彼此的分享 无私的奉献 慷慨的解囊 所以我的这个女儿 常常跟我分享一句话 因为她每次说 她说 用英文她说 Sharing is caring 分享就是什么 关心 这里跟大家 给大家讲一个 玩几个冷笑话 问几个那种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大家注意看 谁的人生最黑暗 你一定猜不到了 我给你第一个答案 后面的你都会知道 答案是什么呢 哆啦A梦 小叮当 为什么呢 因为她伸手不见五指 有没有看到 她圆圆的手伸出来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谁最热心助人 这样还猜不到 第一个就给出去了 当然又是 哆啦A梦 又是小叮当 为什么呢 因为她总是对人 伸出圆首 你会看那个字吗 圆首 圆的 第三个问题 谁将是国家的领导人 哆啦A梦 但是为什么 因为她是 看读片 圆首 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这是开玩笑 重点是要我们怎么样 我们要像 哆啦A梦一样 愿意的伸出 圆首 不是这样子 伸出你的手来 不是这样子跟人家讨 而是想去服侍 所以在这里 我要表扬一下 我们在教会的 这些服侍的弟兄姐妹 给大家看这些照片 我们当中有许多 在居一代儿童的一些领袖 特殊群体施工的领袖 迎接团队 敬拜团队 音响录影灯光技术的一些团队 我们谢谢他们 因为这些弟兄姐妹 这些志工 他们为了 有些为了能够及时来到教会 来服侍 有一些需要转换两趟或者三趟的公交车 或者地铁 然后还要步行一段时间来到教会 他们可能有一些 也叫早来到教会来服侍 预备服侍 有些志工顾不上吃早餐 或者午餐 就匆匆地赶来服侍 有一些是夫妻一起来服侍 但是为了照顾同来的家人 要分工 一个提早到教会来服侍 然后另外一个 就晚一点带他们的孩子来 大家都抱着一股服侍主的热情 不持辛苦 心甘情愿 尽心尽力 任劳任怨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愿意这么做呢 他们就秉持着 《哥罗西书》第三章 第23到第24节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 主基督 所以在这里 我仅代表我们教会 主任牧师 邝宝梁 还有副主任牧师 邓爷爷 我要谢谢大家 这些志工们 在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岗位 这么多年的服侍 牺牲付出 还有贡献 所以在这里 谢谢大家 好不好 我们掌声来 谢谢这些志工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们的侍奉 所以一个火热的教会 就是要对彼此的服侍 更有热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主而做的 所以约翰威斯里 这么说 他说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尽你所能 去行善 无论是什么途律 什么方式 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什么对象 从今时直到永远 穆迪根是这么说 他说 我每次想到 耶稣将要再来 我就三倍努力的服侍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对彼此服侍 更有热情 为什么呢 因为服侍是现 不是炫 服侍是你很愿意 不是你很厉害 服侍是彼此配搭 不是分派结党 服侍是自知不足 不是比别人强 服侍是放下自己 不是依然固我 服侍是得人容神 不是想出风头 服侍是真心真意 不是虚情假意 今天好不好 我们也带着一个服侍的 一个愿意的心 来去服侍 我听过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学匠 这个学匠叫马丁 然后马丁在平安夜的时候 他在关上他的店门的时候 他就看着窗外 这个哀哀的白雪 然后就想到 如果明天是第一个圣诞节 然后耶稣就诞生在他的城里 他就说他就要送耶稣 他精心自助的一双小皮靴 然后那天的梦里 他就梦到了耶稣对他说 耶稣说 马丁 马丁 明天我会到你的学店来拜访你 第二天马丁一起来 他就兴致勃勃的 他就把他的店整理的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又烧了这个热乎乎的咖啡 然后在这个窗口旁边坐下 期待耶稣的到来 等了一个早上 没有看到耶稣来 他看到在这个旁边 就有一个冻僵的青道夫 马丁看到了 就请了青道夫到里面来 让他能够坐下来烤火 然后给他喝了一杯热咖啡 到了下午 马丁还是等不到耶稣来 他的窗外却来了一个 面色苍白的寡妇 他背上的孩子 已经冻得小脸通红 所以马丁赶快请他们进来 也给他们端上了热水 招待他们吃饭 还送给他们衣服 最后把那双 他预备好要给耶稣 那个精致的小皮靴 套在孩子的脚上 他又在等等 一直等到晚上 耶稣都没有来 马丁在旧请前 他就自言自语地说 只是一场梦 就在马丁要睡下的时候 鞋垫的窗口忽然间闪亮起来 玻璃窗上显出了 这个清道夫 穷寡妇的 还有这个小孩的脸 然后马丁就听到耶稣说 马丁 马丁 我已经来拜访过你了 马丁 我已经来拜访过你了 在蒙隆当中 马丁听到耶稣说 凡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的 因为我饿了 你给我吃 我渴了 你给我喝 我做旅客 你留我住 我实在告诉你 这些事 你既坐在我这弟兄的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 你还没有参加任何的服饰的 你每个星期来教会 但是你还没有做任何的服饰 我要鼓励你这么做 可能当中有一些人 你觉得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没有什么才艺 没有什么知识 我不懂要做什么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事 只要你有热心 只要你有爱心 只要你有愿意的心 只要你愿意 一定有一个 你可以参与事奉的这个事工 只要你愿意 最好把今天在七月结束之前 来到主的面前 对主说 主啊 今天我将我的生命摆向 主啊使用我 主啊使用我 就像以色列一样 对主说 主啊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主啊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今天好不好 对主说 主啊我们要为主而活 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 更有热情 第二呢 我们要对彼此服事 更有热情 第三呢 第三我相信 我们的小组组长 非常喜欢听的 一定会大大声的 Amen的 是什么呢 我们也要对小组团契 更有热情 Amen 哇有拍掌 小组组长在这里 十多星状第二章 第四十六到四十七节 说什么呢 它说 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地聚集 在圣殿里敬拜上帝 又在个人家中 掰饼聚会 以欢喜慷慨的心 分享食物 赞美上帝 受到众人的喜爱 足使得救的人 与日俱增 初代教会 对参加这个聚会 还有小组的团契 是什么呢 充满热情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经文里面说什么 他们是什么 天天 不是一个星期来一次 是什么 天天聚集 不只是在教会 也在什么 在小组 而且是什么呢 以欢喜 慷慨的心 分享食物 赞美上帝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来实体聚会呢 你来才有得吃 是吧 以前我们参加小组的时候 大家记得 我们不同的人带不同的食物 我还记得 我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去小组的时候 还有人带过榴莲来的 小组聚会有榴莲吃 而不只是一次 下个礼拜 然后有人带红毛丹来的 所以很感恩 那时候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了这些初代教会 他们非常享受彼此相聚的时光 他们很期待 也很愿意地来聚会 他们明白到小组聚会的重要性 他们要彼此招就 彼此鼓励 彼此带导 一起地来传福音 他们对小组聚会的到来 是满心欢喜的 而不是想到 哇 今天要去小组的时候 就想 哎呦 星期五又来了 然后你带着沉重的脚步 去参加小组聚会 对不对 哇 你去的时候 你是一条虫 当那个组长 Aman的时候 哇 你忽然间 你就起来了 你就变成一条龙了 如果那个组长告诉你 下个星期我们休息一个礼拜 你忽然间就怎么样 你忽然间 你更是精神百倍 你一踏出那个小组的聚会 你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你对自己说 下个星期long week end了 放长假了 可以去party了 对不对 你有这样的心情吗 我希望大家没有 我相信大家都是什么 哇 可以来小组 都是哇 就像初代教会一样 哇 你都是非常感恩的 你有满腔的热情的 你希望天天都有小组 对不对 如果你天天的话 小组组长可能就不干了 每个星期 每一天都要想到神的话 但是我们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心情呢 我们愿意 我们有一种 哇 对小组的团契 是更有热情的 就像大卫一样 在诗篇122篇第一节 他说 人们对我说 让我们去耶和华的殿吧 我感到欢喜 大卫说 哇 可以去神的殿了 哇 太开心了 我终于可以来神的殿了 我终于可以来实体聚会了 下个星期 不见聚会可以实体聚会了 哇 你听到的时候 满心的欢喜 我终于可以来了 我终于可以来这里聚会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小组生活 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对来到小组团契的时候 就像大卫一样 可以和小组的主缘 一起聚会 一起祷告 一起服侍 一起吃饭 就满心欢喜 其乐融融的 开心的 来到聚会 开心的 哇 看到彼此开心的 然后彼此有负担 为彼此祷告 脸上都是带着笑容的 所以现在如果你在旁边 你有你的小组长或者组员 好不好转过去跟他们说 有你的感觉真好 Amen 有你的感觉真好 是的 实在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的 所以在希伯来说第十章 第24到25节说 我们要想办法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不要停止聚会 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要互相鼓励 特别是你们知道 主再来的日子 静了 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 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当我们小组团聚 是充满热情的 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看到我们的聚会的时候 我们聚会是多么的开心 哇 又唱歌的 哇 又吃又聊 又欢乐的 他们也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觉得好奇 他们也可能要来参与 然后呢 他们会受到感染 对不对 他们可能心里面想说 哎呀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开心呢 为什么这么有爱呢 他们可能就被吸引来 然后参与 然后也可以感受到主的爱 认识耶稣 也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的救助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小组的 我要鼓励你 不要再辞意了 然后卖涂料 今天好不好 就去泡名 去参加一个小组 去成为小组的一份子 一起的来享受 小组团聚美好的生活 一起的来服侍基督的群体 一起的来传扬主的福音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为主而活 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第一点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 更有热情 每天读经三章 烦恼都扫光 第二呢 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也要对彼此服侍 更有热情 我们要关心的服侍 我们要分享爱意 第三呢 我们要对小组团契 更有热情 我们要欢喜相聚 我们要彼此的来造就 第四 第四是什么呢 我们要对赢得灵魂 更有热情 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四十七节说 赞美上帝受到众人的喜爱 主使得救的人数 与日俱增 初代教会呢 对于迎娶灵魂 是非常有热情的 他们领受了救恩的礼物之后呢 并没有说 因为我得到了这个 上天堂的这个门票呢 他们就 哎呀 不管别人啊 就在那边 一直 我们福建话讲 就在那边等啊 等啊 等到上天堂的日子 不是的 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呢 就积极地为主做见证 将福音分享给他们周遭的人 我们在使徒行传读到呢 即使他们面对了 层出不穷的这个阻碍啦 受试探啦 遭逼迫啦 遇患难啦 他们仍然是奋不顾身 毫不畏惧地把福音 传遍到世界各地 使更多的人 灵魂能够得救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 神也要我们 对赢得灵魂 更有热情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知道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 福音的重点是四个字 神要救人 神要救人 为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给大家看 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超人总是穿着那么紧呢 为什么超人穿着紧身衣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什么吗 看第二个图片 因为救人要紧 这是开个玩笑了 你不用穿这么紧的衣服去救人 不然的话可能不可以呼吸 你站起来晕倒死掉 但是真的救人是要紧 因为神要救人 救人要紧 神要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而且有一种紧迫性 而上帝也赐给我们救命的仙丹 就是什么呢 耶稣啊 我们都接受了耶稣 我们有救命的仙丹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袖手旁观 不把这个美好的礼物 分享给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 就好像你看见有一个人 他要溺水了 对不对 他一直在那边喊 救命啊 救命啊 然后你刚好你又是一个游泳高手 对不对 然后在十万火急的时候 你看见了你会怎么样 你会不跳下去救他吗 你不会吗 你一定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绝对不会见死不救的 所以同样的神托付给我们一个大使命 这个大使命是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 我们看一下神的话 大家注意看 他说 所以你们要 什么 你们要什么 去 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的这个希腊文是什么呢 去的希腊文就是 去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走出去 我们要踏出去 我们要走出去 而不是什么呢 神要我们去 而不是来 不是待在家里 不是待在教会 不是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来 而是什么呢 耶稣要我们去 去找他们 去邀请他们 去与他们分享 做见证 传福音给他们 很多时候呢 我们常常听到说 哇 耶稣叫我们来跟随 我们就来跟随 但是耶稣叫我们去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去 但是神的话语是什么呢 去 站起来 走出去 不是留在这里等 当然可能有一些 非信徒他们会来 比如说刚才我说 哇听到你唱歌 哇听到 比如说听到教会有哀怨 他们会来 但是很多时候是什么 我们需要走出去 我听到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到 有一个人叫汤姆 他拒绝神的救恩 然后有一天呢 他的妻子就来告诉牧师说 他说汤姆是一个好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 不肯来到教会 然后牧师就说 请你带我向他问好 我希望改天能和他谈谈 有一天 这个汤姆的太太又来 告诉牧师说 汤姆说 如果你想见他 就请到他工作的地方 牧师回答说 好的 我现在就去 然后他就说 哎呀 现在有点不方便 他现在正在一个新的建筑物的塔尖上工作 但是牧师不顾一切 立刻砍去 爬了许多阶梯 终于在塔尖上处找到了汤姆 他就把神的这个救恩还有福音 讲解给汤姆听 很奇妙的 汤姆那一天就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的救助 后来汤姆的朋友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改变得如此迅速 你之前不是对基督徒 对上教会有点排斥 汤姆笑着说 一个陌生人 肯爬200尺高的塔尖 去告诉你耶稣的慈爱 这种真挚的态度 你真是无法拒绝 你愿不愿意 为了让一个人得救 去爬200公尺高的阶梯呢 你愿意吗 去爬上那个塔尖 感谢主 你知道什么吗 因为上帝没有叫每一个人这么做 对吧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可能有一些人像我的话 就有一点困难了 不是我爬不上了 是我有点居高震 爬上去看下来 吓死了 但是上帝叫我们怎么样呢 叫我们走出去 你可以去哪里 打开你的门 到隔壁的邻居 带着一份小礼物 带着一份 你可能你煮好的一些点心 或者你买的蛋糕 然后去敲他的门 或去按他的门铃 当他开门的时候 对他说什么 主耶稣爱你 然后把那份礼物送给他 我相信这些我们都能够做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 这里我也要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样去传福音 怎么样去分享神的爱 非常简单 有一个英文字母叫 Bless B-L-E-S-S 祝福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里从第一 Blessed 就是Begin with prayer 从祷告开始 然后第二呢 就是Listen to a friend 你就聆听朋友的需要 去找朋友 他有什么需要 第三 E就是什么 E就是Eat Eat with a friend 一起的聚餐 像我所说的 买点东西 跟他一起吃饭 然后S呢 S就是Serve a friend 服侍你的朋友 伸出什么 圆手像小叮当一样 然后第四呢 就是Share your story 分享见证 就这么简单 B-L-E-S-S Bless 祝福 对吗 我们从祷告开始 聆听朋友的需要 一起的来聚餐 服侍朋友 然后就分享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 这就是耶稣的心愿 他的心愿是什么呢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 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 主不愿一个人沉沦 对他来讲 一个都不能少 每一个都那么重要 今天我要问大家的问题 相信是主耶稣 要问大家的问题 你愿意被神使用 将福音传出去吗 英国的这个 斯布真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不信神的 这个店主对一个经常光顾 他的小店的一个基督徒 这么说 他问那个基督徒 他说 你一定不是真的信圣经 基督徒说 怎么会呢 我相信圣经中的每一句话 那个店主说 你多年来我们经常见面 可是你从来没有给我传过福音 你相信有地狱吗 基督徒回答 我当然相信 店主又说 你是否知道 一个人如果不信耶稣的话 就会下地狱 那个基督徒说 我知道 店主又说 我觉得你并没有真的相信福音 或者你是一个 毫无怜悯之心的基督徒 因为你不愿意将 这个世界最美好的信息 与别人分享 你来到我的店里 跟我说了很多事情 但从来没有跟我讲述过 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听了这个故事 我真的觉得很大的启发性 因为可能我们很多人 我们碰到很多的人 可能我们也知道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 可能当中这些人 就是我们家里的人 当然可能你有为他祷告 可是可能这么多年来 你每天读神的话语 每天看神的话语 但是你都没有把神的信息 神的福音 跟他分享出去 一次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可能就像这个店主说的 你可能真的不是真的相信福音 又或者可能这个大家不喜欢听 你是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基督徒 今天我祈求神的灵与我们说话 怜悯我们的软弱 加给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效仿 这个初代教会一样 有着对主的一种火热 愿意的踏出去传福音 让我们所经过的道路上 能够留下加美的踪迹 就像耶利米一样 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第九节 耶利米这么说 他说 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便心里觉得 似乎有烧着的火 必塞我骨中 我就寒忍不住 不能自尽 如果我们不传福音 我希望我们就像耶利米一样 我们心里面就有火 在那边烧啊烧啊烧 哇烧到我这忍不住了 我不讲不行 我不讲不行 我一定要讲 我今天就要讲 我马上就要讲 我要找机会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见那个人 如果他还没有信耶稣的 还没有接受耶稣 尤其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你的祖父 你的祖母 你的父母亲 如果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 成为他们的救主 你知道 如果他们没有听到福音 没有接受福音 他们就死了 他们就会怎么样 他们就会去哪里 所以你要拼命 你要寻找机会 你要祷告 你要说 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 能够分享 我心里面就烧着火 必塞在我骨中 我就寒忍不住 不能自尽 好不好 今天我们祈求上帝呢 让耶稣把他的火 火热的心 放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整个教会 我们坚信 进行教我们 成为一个火热的群体 一个火热的教会 让我们去影响这个世代 让神的荣耀 今天我们要为主而活 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我们第一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 更有热情 第二呢 我们要对彼此服侍 更有热情 第三呢 我们要对小组团契 更有热情 第四呢 我们要对赢得灵魂 更有热情 今天如果你在实体 我们的实体聚会 或者在线上看直播的 你还没有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的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神爱你 神爱你 你知道为什么 这个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 为基督徒庆祝圣诞节 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圣诞节的意义就是 你很重要 就是你 就是你 你很重要 重要到什么程度呢 在约安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 这个世人是谁呢 这个世人不是他信世名人 这个世人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名字 放在这个经文里面 说神爱世人 如果你把他的名字放进去的话 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 颜中民不是在里面 他说在前面 他说神爱 颜中民 怎么样呢 神爱 陈国贤 神也爱你 你把他的名字放在里面 然后怎么样呢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你 将你信他之后 不致灭亡 可以反得永生 各位朋友 我要告诉你 在神的眼里 你是珍贵的 在神的眼里 你是他眼中的同仁 你是他所爱的 因此他愿意的道成肉身 为你背负你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 或者你会说 你会对 儿子神的女儿 好不好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到外面去 我把我的生命搞好之后 我变成一个好人之后呢 我把这些坏习惯都戒掉了 所以我再来教会 各位朋友 我要告诉你 这是撒旦的谎言 因为如果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能力 变成一个好人 你就不需要来教会 你就不需要接受耶稣 但是正因为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 我们需要耶稣 所以正因为这样子 神就怎么样呢 祂就亲自的到这个世上来 耶稣道成肉身 背负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 代替我们的罪 使到我们能够成最终的生命 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 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今天好不好 敞开你的心 你所需要做的非常的简单 你就只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 敞开你的心 接下来我要带领你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我们愿意 把我们的心交托给耶稣 邀请祂进入到我们的心 做我们的主 做我们的网 来带领我们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不好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 闭下我们的头 我带领你做这个祷告 我说一句 你跟着我说一句 当中的这些基督徒 好吗 我们跟这些新朋友一样 我们一起的来做这个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一起来说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大大声地说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进入到我的心 我邀请你进入到我的心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赐我平安 赐我喜乐 赐我盼望 赐我永恒的生命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好吧我们继续闭上我们的眼睛 低下我们的头 如果当中有任何一位 无论你是在现场还是在线上的 你跟着我做这个祷告 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或者你可能刚才没有 跟着我说的那个祷告 但是你心里面有一种渴望 你说主啊 我要邀请你到我的心里面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 我再邀请你再做多一件事 这个祷告 做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我不会带领你做 但是我会告诉你 你要讲什么 待会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你只需要来讲这个祷告 来对主说 主啊 然后对主说 请你让我经历你 七个字 请你让我经历你 待会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或者刚才你 你跟着我做这个祷告的 好不好 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你就对主说 请你让我经历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怎么做 一二三 亲爱的主耶稣 我要将我们当中 敞开他们的心 接受你的这些新朋友 主我们谢谢你 他们今天愿意的来接受你 成为他们的救主 主啊 从今天开始 主要把你的爱放进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让他们在心里面有一个确据 心里面明白 主 你从今天开始 必与他们同在 将他们交托给你 祷告 奉主耶稣 得胜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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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们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谢谢主 当中那些 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的 我想邀请你再做一件事 现在你在这个荧幕上 会看到一个链接 我们常常说呢 我们接受耶稣 成为救主呢 我们就是在属灵里面 一个新生的婴孩 当然婴孩呢 就需要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来帮助你成长 我们坚信 进行教会呢 我们很荣幸 我们也愿意的 来成为你这个家人 所以呢 你往上看到这个链接呢 我们希望你能够上网 去回应 去放一些你的资料呢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也能够来跟你联络 来帮助你在属灵里面成长 主耶稣 大大的祝福你 今天 各位弟兄姐妹 好不好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回应主 跟主说主啊 我要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台北复兴堂的刘子俊牧师 他这么说 他说只要神的店 有一群充满火热的人 神就会透过他们 转化这个世界 只要神的店 有一群充满火热的人 神就会透过他们 转化这个世界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一分子 今天好不好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对主说主啊 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十一节说 要殷勤 不可懒惰 要常常火热的 侍奉主 如果你发现 你在佛事上 渐渐地冷淡了 甚至于冻结了 今天好不好 回到主的面前 主的怀抱 让主的灵 在我们的心里面 再次地燃烧起来 千万不要像这个 启示录的老底家教会一样 在启示录第三章 第十五到第十六节 神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 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我希望我们 不会到了那个地步 我们对神 不冷不热 因为如果这样子 神说什么呢 祂会把你 从祂的嘴里 吐出去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 我们当中 有一位牧师 他还没有 全职服事之前 他跟上帝 做了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是这样子 祂说 主啊 我的祷告是让我 有一颗火热的心 不要忽冷忽热的心 阿们 祂说 主啊 让我有一颗火热的心 相信大家看到了 这个上面写的那个名字 这个牧师 就是我们福建部的 Pastor Jason 陈茂顺牧师 他在2014年2月18日 早上8点39分 在他的脸书发 当然之后 我们看到了 这个Pastor Jason 愿意的将他的生命摆上 今天我们看见了 神大大的使用 Pastor Jason 还有他大大新的 在我们 严重名牧师 还有正立军牧师的 团队里面 服侍 带领许多人 火热的来侍奉主 在福建聚会 也正道 也带领敬拜 所以今天好不好 我们也像 Pastor Jason 还有初代教会的 这个基督徒一样 有这一颗火热的心 我们一起的 来到主的面前 来做同样的一个祷告 说主啊 主啊 我的祷告 是让我有一颗 火热的心 不要忽冷 忽热的心 阿们 如果你愿意的话 好不好 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好不好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对主说 主啊 我祈求你 给我一颗火热的心 主啊 祈求你 让你的灵 进入到我的心里面 重新的在我心里面 燃烧起来 所以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好不好 来到主的面前 多数啊 圣灵啊 圣灵充满我 圣灵充满我 让你的火 在我心里面烧着 让我心里面燃烧着 让我愿意的 让我愿意的 来到主的面前 将我的生命摆上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我在之前 在正道的时候 有说过一句格言 我这么说 我说坚信 进行教会 有你有我 更有我们 所以我相信呢 上帝不只是要我们 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 上帝要我们坚信 进行教会 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让圣灵的火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燃烧着 不只是我们每一个 不只是我们一个人 而是我们这里的 每一个人 你的左边的 你的右边的 所以待会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呢 好不好 第一 我们先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对主说 主啊 主啊 让你的灵充满我 在我心里面 给我那把火 让我燃烧起来 然后待会 在继续结束之前 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就跟旁边的人一起祷告 为彼此来祝福 让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甚至你在家里面 你知道你的 你的这个小组的主员 你的组长 好不好 我们也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也同样的 也能够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成为一个火热的教会 所以好不好 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先 先敬拜的时候 把我们的生命交投给我们的主 是的 来到主的面前 对主说 主啊 主啊 让你的火在我里面燃烧着 主啊 让你的火在我里面燃烧着 神灵的我好爱你 我的灵让你牵引 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神灵经历来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很高 充满我地 使得对主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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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到我的心里面 主啊 进到我的心里面 让你让你牵引 主啊 让你牵引 祝我燃起那份火 祝我燃起那份火 我要更深爱你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献给你 牵引我更亲近你 你答的心里面燃烧着 无人能与你相比 祝我仰望你的龙面 我亲爱你 我请拜你 这领域叫你 好 宝宝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 转过去跟我们旁边的 这些弟兄姐妹 我们 两个或者三个 为彼此来带导 为彼此来带导 为祝福你旁边的人 让主的灵 让主的灵 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 如果你知道 你旁边的这个弟兄 或者姐妹 他的心里面 他的心已经冷淡了 好 宝宝在这个时候 让主的灵 再一次在他心里面燃烧着 燃烧起来 燃烧起来 让他能够更深的 更深的 更深的来经历到 神的同在 神的大能 能够成为一个火热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的成为 一个火热的教会 好不好 为彼此来带导 当中在线上的也是一样 好不好 你也为着你家人 或者你为着你的 小组的主缘 的主长为他带导 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可以在我们的 现场的聊天室 把你的需要放在那边 我们那些弟兄姐妹 也可以为你来带导 所以要不要为旁边的人 一起来祝福 来带导 我要为你的 小组组长来祝福 让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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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啊更多 更多你的灵 主啊更多你的灵 主啊充满充满充满 充满每一个 充满每一个阶线 进行教会的门徒 主啊我们是你的门徒 主啊让我们更多的 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的爱 得着你的热情 得着你的怜悯 得着你的恩典 主啊更多更多的 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的心里面 像火一般的燃烧 让火一般的烧起来 喔呦呦呦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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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